两韩元首三度见面 首次仪式平壤 动线安排大有玄机 王宝六차선 거리에 고층 아파트들이 줄지어 있는데 이곳에서 2km 정도를 달리면 북한이 자랑하는 과학 전시관 只见从改头换面的设安机场 一路到425文化会馆 黎明大街 经过锦秀山太阳宫后 抵达百花园营兵馆 路程比2000年金大中 2007年鲁武炫 仿潮缩短许多 却是处处有重点 首先是金正恩最引引为傲 只花了一年就打造出的黎明大街 对照起2000年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成 고층 건물이 105개 평양의 맨해튼 이른바 평해튼으로 불리는 여명 거리 모습도 눈길을 끌었습니다 仔细看 永山塔一带的高级公寓生活圈 就是平壤曼哈顿 文贊營接受献花时 后面这座土星模样雕塑 是三大革命展示馆 沿途经过这一座超大建筑 是锦袖山太阳宫 就连道路两排的路数 都是最近才中的 평양의 얼마나 일종의ショーケース 라고 볼 수 있잖아요 볼 수 있는 부분의 발전 부분을 보여주고 싶은 부분 분명히 존재했던 것 砸大前受成果竞争 当然希望回本 还没分析 有气派马路 没有交通工具 显然是瞄准 现代汽车 与SK加油站 豪华公寓 只有木桌沙发 似乎缺了 LG电视 跟三星电器 也难怪这一回文在寅 率领四大财团剁手初级 李在荣的公事包里 装着什么伴手礼 凭让当局 恐怕比南韩媒体 还想知道 不管两韩能否在 重修做好的同时 一局改善 双边民众的生活差距 就看文京阵营的算盘 怎么打 《三地新闻》综合不到 MBC 뉴스 박敦寅